大家好 飛俠 今天就跟大家看一些新聞 我覺得今天就interesting過之前那些日數了 第一個就是Flytrap 第四代 其實主代都是第六代的時候 第四代也都浮面了 這兩張照片剛剛就in progress 我不知道是怎樣為之in progress 大家一起看一看 其實我覺得 那幫那對Witness就真是一般的 其實我覺得整個設定方面 都是沒有Kairi的受歡迎程度那麼高 其實戰勝來講 Kairi的Flytrap 都很多人說是很好的 不過就偏向這個鞋底硬一點 因為始終本身那個 Cushioning 都是做得差 本身那一代已經不夠了 還要再加上再 偷多一點酒 其實好像這些 白飯魚加少少的感覺 去到我這個年紀就頂不上了 年輕人我聽到的feedback 有時候都ok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是這樣的情況下 你換個鞋子就已經改善好多了 那這個可以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但是去到這個 第四代這個樣子 那你覺得是怎樣呢 我覺得就 一般的 那好像三代 二代三代其實有條板 那樣子的設定好像就帥仔少少 去到第四代這個就好像去到一個 再普通一點的樣子 那其實這個 那其實這個 真的要到時候清楚一點的照片才再看到 那但是 其實都是用回一般 standard 的東西 Engineer Mesh 面 那我想 中間可能都會有少少少 好個細小包的 Zoom 或者Zoom Back 都會有的 那但是你不要期待他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不過 今次的外形上面 都好像 差了少少 那希望有些更加清楚的照片 會再看看 那另外一隻就是 Nabon Witness 5 Witness 5 其實好像十七縮水版那樣 那應該都是老問題的 都是偷得多少 Zoom Back 他這個就是 這個 有前掌 好像 之前不是教授過 Jory 312 那這裏它也是同一個設定 那在前掌的位置 兩個分別的Zoom Back 那這個面就好像一些 Air Max 270 那樣 那些Mesh 面 就不是好像 原裝那些是Nee 面 那這個就是Mesh 面 那它其實 整體來說 你問我有沒有期待呢 我真的對這個款沒有什麼期待 那 但是你說這類型的包裹會不會好差呢 未必的 那但是重心偏高呢 是一定的 因爲 立邦的鞋子重心就是高了 那所以 你如果不喜歡重心高的鞋 就其實可以整體直接 skip 那純粹以顏色來說 我覺得就 綠色這隻 就挺吸引的 那樣子 綠色搶紅色底 那但是都是老問題了 立邦已經 都不太為我一杯茶 其實都 已經反覆試了很多次了 那但是 即是一陣上 覺得他樣子漂亮 可能會買 但是打球呢 我覺得就真的 去到我這個磅數 都完全不適合 那但是你說 那些 就是假設朋友 200磅過外 很多人都穿立邦的 那我就覺得 都不能否認他有他的 即是市場價值 那但是 如果 就好像我那樣子的朋友仔 那一類型的 可能是一些 後衛呀 小前鋒呀 最多去到那個位置 那 立邦都未必可以 即是令到你 有一個performance 突破的地方了 李寧的鞋呢 其實 很多人都會不停說 很棒 很厲害 很棒 其實每一次 每一個款 都有少少 不同的遺憾 或者缺憾的東西 那我深刻 為什麼很多時候 都沒有介紹 我試穿過 試打個李寧的鞋呢 因為我覺得都不是一個 真的 覺得應該適合 去覺得 那塊東西 很棒 所以 每一次覺得 價錢又真的貴 但是又不是很棒 所以很多時候 買回來 打了兩三次 算了都不是一個 都不是一個 我真的覺得 真的 每次都幾失望 反而我倒反對自己 對李寧的球鞋 因為 以價錢來講 以內地品牌來講 它真的特別貴 所以一點 我覺得是一個 問題來的 它作為一個 內地品牌的旗艦 當然它要定格這麼高 它也都 應該是提供一些 比其他品牌好很多的東西 但是呢 很多時候 有一個部分 譬如它那個 雷雷雷雷雷 那個 這樣的設置 可能避震很好 但是你想想 它可能的 調整就不夠了 你會有太多 古靈精怪 令到它這件事做得不好 但是這次這個款 我就主觀希望它有些突破了 為什麼呢 這次它這個款 似個實戰型的效能 效能好像真的高一些 看上去 其實我又不知道 它這一款是用什麼 看不到它 看不到它 Missoul是什麼 那麼 我不知道它這個 是不是四個 看不到 只有四個 但是呢 它這個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 底的 Traction Pattern 這個款 是很期待的 無論在旁邊的湖面 旁邊的 包括湖面的位置 中間這個 TPU的位置 內回 中間的加強的保護 這些位置 真的是很實戰型的 再加上這些中間的骨的Segment 只是一些有特徵 根據那些研究的方法去做 其實有時候 你不是一定全幅全幅全幅 全幅全幅 跌路面積最大是好的 因為你本身的腳張屈曲 每一個動作都屈曲 這些呢 只是一些真的幫你 令到每一個變形面的時候 減低你的腳的緩衝 以及增加當時那一刻的爪地力 那麼這個類型的設計呢 像是一些 真是有些 深思的設計 而弧度 前掌整雙鞋的弧度 形態呢 都像是有些 真是有些了道 說真的 再加上這個面 這一類型的面 雖然我覺得這個面 要包裹未必 真的超級好 因為這種設定 看來都是fimsy 一點點 但是如果 只要前掌的部分 不要做得太闊 太過狼 鞋帶的部分 它似都綁得緊 所以呢 這一隻款 似 正義 我覺得 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呢 我又不知道這款是什麼 這個完全是 沒有介紹過 究竟 是一款 什麼 系列 究竟是 Power V Spot 這個什麼 Speed 7 就是它完全沒有 究竟是魚翠 哪一款鞋 之後呢 可能都會找一找 究竟這款是什麼 但是外形上 外觀設計上 整體感覺上的 網絡性能 似有貨賣的 另外兩款 雖然賣到 我似乎 就是 Volume 5 或者 Dame 7 但是 這兩款顏色 突然間又喚起 另一個 新的感覺 這款 彩虹的顏色 Harden 又好像 一個 挺新的 我覺得這款顏色 挺吸引 鞋底也是 彩虹的顏色 所以穿起來 打球應該都會挺搶爛的 相信 大家都會 留意到你 最重要是 你等到減價 因為長期都會減到 六四九 所以 千萬不要心急 買去Hard的朋友 而 Dame 6 又出了一隻 全皮款 全皮款 會不會有 對性能上 包裹上有改善 沒有 但是 看起來 感覺上 挺有趣 皮的造工 各方面的感覺 也挺有趣 所以 如果你說喜歡全黑 低調 又有少許 Gran的感覺 這一款可能 都會是一個選擇 6月6日 就會出這一款 鞋底 沒有分開兩面 所以 traction pattern traction 可能就會正型很多 主要都是 鞋面方面 它用了皮 會否真的會緊緻 尤其是黑色 一款的皮 我發覺 鞋子 會緊緻 不知為何 可能 它的物料 經過顏色的處理 那方面 會令它細小 那麼 配合 Dame 6 鞋頭 的地方 如果這件事 做到的效果 可能 就會有些期待 有些希望 都是沒問題 都是要等額價 這兩款鞋 始終都是一些 露減特減款 無謂去搏 反而 最有趣的 就是 Coby 6 Coby 6 一來 有三種顏色 說回三種顏色 這三種顏色 都玩了 每個人都買 怎麼搞 Dissault 又是沒得走 Early 2012 我不知道它是否正式 因為上兩代 它有少許改造的樣子 我希望 它不要改 千萬不要改 記得不要改 因為它這個款 已經是最經典 我有朋友 這訊息 我說 它都等了很久 大家都這樣說 這款真的無法走 這三種顏色 真的無敵 粉紅色 這隻K 也是買不到的 我和朋友都在研究 可能粉紅色 它不買 它這隻一定買 這隻一定爭不到 這隻青蛇一定爭 所以 到時貨量 到時要找朋友 三隻都是Early 2011 所以 大家真的 引頸二代 因為 真的欠崩頭二來 荷巴一定大出血 這三隻 你都 可以買到的 你沒理由不買 你之後的顏色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這三個顏色 你是不可能不買 所以 你只可以說 一來到就 就付鈔了 大家一起等一等 我進一步消息 每天都會告訴大家 究竟它會不會有些 日期 新式 配搭 各方面 都會講一講 我這個一定會跟進得密 大家 你放心 這個 和Coby的東西都跟進得密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 所以呢 也跟別人說 我其實四六 我真的非常之期待 其實五 我反而沒有那麼大所謂 雖然我也很想有 但是五也不是那麼大所謂 六 就真的不能滿有 真的坦白說 所以 希望大家 如果朋友都喜歡 都可以告訴我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subscribe 和share channel 按一下三箱 不知三箱 原來 有個朋友 特地問我一次 就是關於 這個 34Low Heritage Heritage 其實這款 在街營已經賣了 而且不是什麼 特別款式 所以隨時 都是1399 500 那些折扣 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喜歡 真的想試 Joran 34Low 可以試 而且 它這隻34Low 穿下去 是跟34 有少少不同的 你可以去試一試 感受一下 anyway 今天在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subscribe share channel 按下鐘 三箱資訊 拜拜